欸這個動作是在路邊小便嗎? 仔細看這是在攀岩啦 這個地方曾有東南亞最大木材廠 位於台中東市的林業文化園區 其實並不是很有名的景點 平日遊客不多,十分悠閒 但這裡在50多年前 可成是東南亞最大的木材工廠 面積將近30公頃,設備也是亞洲最先進 如今雖然林業早已沒落 但許多罕見的木材廠遺跡 經過修建後依然保留在這裡 而早年用來存放木材的水池 如今用來培育荷花 約5公頃的面積號稱全台最大荷花池 不僅花開朵朵,看荷葉一片綿延 也很有夏日深情 這座園區還有個特色 就是可以欣賞許多木雕藝術 這些作品多半是利用台風過後的漂流木創作而成 不僅出自國內外名家之手 且由於展品都位於戶外空間 各種光影變化讓這些木雕創作 擁有一個最美的天然展場 這處清新美麗也不會人擠人的景點 有機會不妨來逛逛 東新聞台中報導